Hello 大家好 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那儿也是12月30号了 是吧 还有一天时间 2022年就熬过去了 不出意外的话 能够看到老王视频的人 都是活着熬过去的 是吧 很多不看老王视频的人 都是没熬过去这个冬天 那么这是我们的幸运 也是我们的不幸 幸运的是 我们有幸见证这个历史 有幸亲自体验这个新时代 不幸的是 我们是历史的代价 也是这个新时代的代价 是吧 自从2022年12月7号 宣布放开 那么到今天 短短二十几天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消息 除了医院的医疗挤兑 就是火葬场的一票难求 是吧 很多国内的博主啊 或者一些好事者吧 中军爱国也好啊 就喜欢叫个针也好啊 还跑到一些医院去现场 实拍 说你们说的都是假的 你看吧 我家附近这个医院啊 这个急诊就没什么人啊 门诊也没什么人 都没有出现排队的现象 对 大哥 你去的那个是他妈的骨科医院 你去的是他妈的眼科医院 你去的是他妈的专科医院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是不是 你去肿瘤医院门口看看 哪有排队的呀 你们这不叫辟谣 你们这不叫真相 你们这叫啥 你们这叫憋坏 明白吧 你们就是在憋坏 那么这种人呢 还很多 还很多 他们紧跟着都是央视的脚步 找眼点呢 都是中国官媒的找眼点 是吧 你看最近两天 中国疾病控中心说了 新增病例啊 新增死亡病例 只有一例 只有一例啊 没有大名积的感染 对吧 全国范围之内 很多省份 感染的确诊的阳性患者 只有一例 两例 三例 五例 十例啊 都在十例以下 是不是感觉看到这一类的通报之后 就发现好像这十例应该我都认识 都是我朋友 是不是 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我认识的身在贵州的朋友 都养了 甚至我认识的都比贵州养的多 我认识的贵州的朋友啊 四川的朋友啊 什么沈阳的朋友啊 都比通报里边 通报的那个阳性病例人数多 那帮哥们家里边好几口 一窝一窝的 这次的病毒啊 从任何角度来说 他都绝对不是奥密克戎 绝对绝对不是 或者更严谨的说啊 把主语都加上 中国目前国内流行的这款病毒 绝对绝对不是国际上公认的 所谓的奥密克戎这款啊 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 而是肺炎病毒 到底是新型冠状肺炎病毒 还是啊当年的什么国产的武汉的毒株 是吧 还是国产的新型病毒 哎呀 无可奉告 没有任何的来源 也没有任何的机构 2020年刚刚发生 病毒扩散的时候 香港的管义团队啊 管义教授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 跑到了武汉 短短几天时间啊 一周都不到就把这个毒株啊 确认了分离出来了 并且呢向全世界发出预警啊 这款病毒绝对会发生人传人的现象 而且非常严重 死亡或者感染的数字 比2003年非典 哎 要十倍起跳 相信这段视频大家都看过吧 那么 到如今12月7号到月底了 哎 二十几天了 有没有什么科研所呀 有没有什么专家呀 有没有什么学者呀 有没有什么团队呀 中国的那些人才呢 对吧 对了 人才都没了 啊 经过这几十轮 十几年的大清洗 中国现在只剩下奴才了 是吧 啊 那个两万年啊 中南山啊 历兰卷啊 哪里是专家呀 那都是奴才啊 当国老狗啊 长在金鸾殿上的狗尿台啊 哎 风景那边独好啊 谁敢碰他们呢 是吧 哎呀 骂一句中南山拘留十五天啊 是吧 现在这个无罪有更是啊 哎 那不是金鸾殿上的狗尿台 那都长到了龙椅上了 长到了 啊 这个龙踏上了 是吧 这个狗尿台啊 今天还在这个发布会上说 哎呀 中国的疫情已经平稳过去 啊 彰显了 什么我看一眼啊 啊 彰显了 啊 北京新冠重症高峰已过 中国体制优势再次显现 疫情一闪而过 嘿 疫情一闪而过 没事了 没有了 哎 你们发现了吗 没有了 哈哈 哎呀 烧纸的时候 跟自己家过去的先人说一声 体制优势展现了 疫情一闪而过了 啊 告诉你们 先人的在天之灵啊 伟大的盛世啊 又降临了 让他们含笑 就全 你们就偷着乐吧 然后中国疾控中心啊 国家疾控中心啊 还发了一个数据啊 12月7日以来 全国本土确诊病例的一个走势啊 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 放开二十多天以后 全国累计确诊的只有六万例 累计死亡的只有十一例 哎 那么我呢 就叫个针 耗个信 是吧 就问了一下比较熟悉的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 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 那么这位医生给了我一个他们医院啊 从七号到今天啊 到二十九号下午的一个接诊数据 光在他们武汉协和一家医院啊 咱都别说全国范围之内 光武汉协和这一家医院 从七号到二十九号 共接诊 确诊的明确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有一万六千三百五十八人 其中重症患者五千四百多人 具体死亡多少啊 他现在拿不到数据 但是他也不敢确认 因为中国现在有最高指示 你看2020年4月份 强制复工复产啊 逼着孩子必须上学的那个时间 就是要召开第一次庆功大会 给老B养的门挂大狗链子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最高指示是什么呢 就是下达到医院的最高指示 是三不准 什么叫三不准呢 不准确诊 不准收治 不准死亡 不准死亡 对吧 如果你们医院啊 来了一个患者 怎么看都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当时特别严重 对吧 有毛玻璃造影啊 有白费现象啊 是吧 那么在那个时候死亡是很多的 很正常的 感染那个病毒的时候 就是病毒爆发初期 它的毒性是极强的 那么不准确诊的意思就是 无论这个病人看着多像 你也不许给他检测 就不许给他测核酸 对吧 那个时候中国的核酸 鼻祖 钟南山还没有制造出来核酸检测四季盒 只有外国才有 所以不允许检测 那么就不可以给你确诊 那个时候咱们听到的消息往往都是 没有检测四季盒啊 给一个人检测了十次八次啊 也没有得到阳性的这个结果啊 是不是 第一 是不准确诊 哪家医院敢确诊 院长直接下课 医生直接降级 然后医院关门受处分 那谁敢确诊呢 是吧 那么不得收治呢 是跟着第一条来的 只要你敢把阳性病人 按照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这个名头 收治到你们医院里 那也是要受惩罚啊 也是该下台下台该下课下课 那不得死亡跟现在一样 现在不就是继续贯彻 不得死亡的这一个最高知识 是吧 领导一句话 不得死亡 那就没有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是不是 你看 北京的几家医院啊 朝阳医院啊 隋阳柳医院啊 等等 老年医院 301 309 对吧 这是我比较熟悉的 那么这些医院 每天死的人 随便一家 每天死的人啊 都比这个什么所谓的中国疾控中心说的 20几天 11例啊 11例死于新冠病毒 要多得多 多得多得多得多的 哎 全国其他的城市呢 对吧 广州的 上海的 天津 伊核 的 二 二 二 五 的 对吧 武汉 协和的 武汉 二人民的 哪家医院不是这样啊 哪家医院不是人山人海啊 哪里的火葬场不是 要排号现行啊 但是这些事实 老王能看见 你们能看见 狗尿台 看不见 老奴才 老狗们 看不见吗 是看不见还是看 不想看呢 啊 这就是我说这一帮人啊 都该千刀万剐呀 哎 昨天我视频里还说 这帮人都该堕碎了 扔河里边喂王八 啊 这个要给王八道个歉 要给河水道个歉啊 污染了一块溪流 污染了一方水源 也对不起王八 是吧 王八才不吃这帮老鼻养的呢 哎 这帮玩意啊 还是像我之前说的那种 那就是堕碎了扔粪坑里 那勺大粪交到哪里 哪里都他妈的一百年不长草的 对吧 哎 但是我们 我们能干的是什么呢 揭露一下真相 给官方辟谣 不允许官方对老百姓撒谎 民间有点什么啊 揣测呀 揣摩呀 阴谋论啊 无所谓呀 无所谓呀 犯的个剑干嘛呀 绝不允许官媒造假 官方造假 撒谎 对吧 这是我们的责任 老王是这么想的 个人观点啊 我没说任何人 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指向 对吧 那么 总提这些人的名字是为什么呢 要让大家牢牢的记住啊 这一帮人的名字 一定要定在耻辱柱上 网上定的时候 一定有老王的一颗钉子 就行了 定的时候有一根钉子 是老王定上去的 我让他们一臭万年 领一百天 对吧 也就行了 也就行了 我也就这么大个能 还能这么着啊 是不是 好日子都来了 最后 还是预祝大家 或者提醒大家 家里有老人的 千万呢 备点肠备药 出现了症状之后呢 也一定要注意啊 一个呢 是吸氧 一个是 吃点药物啊 消炎药物啊 退烧药物啊 外加上 这个 蛋白质的摄入量啊 提高这个 微生素的摄入量 注意休息 千万不要激烈运动 因为肺部不好的话 肺部有炎症的话 激烈运动会 让大脑和血液缺氧 这个也是造成猝死的一个原因 最近几天不是好多运动员 在阳性结束转阴之后啊 投入到训练之中 当就过去了 二十几岁 大好青年啊 这个是一个死亡的主要原因 我记得 二零年 您中吧 四月份 三月份 病毒刚刚爆发的时候 小冬还做视频 提醒这个大家啊 说是戴口罩 不要激烈运动啊 这样会造成猝死啊 或者对心肺功能啊 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啊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 就聊到这儿 嘿 老王的直播间 我自己看着都开心 你们开心吗 拜拜 我就王爱国